我是農爺 我是阿毛 今天請到阿毛啊 就是我現在想要開始一個新的釣法 在日本叫做Ajinku 今天就請你來當老師啦 好 謝謝 大家解說一下 我們Ajinku到底是怎麼樣的東西 Ajinku主要就是用一些 比較青棵樹的極溝頭 然後像這種 所以它是青棵樹 這是很青的 主要是搭配一些 西藏型的卵蟲去釣 然後去吸引那種回遊性的小魚 真的又細又小 超小的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加個光 哇 哇 夜店趕出來了 加一個夜店趕出來 然後你說 很難歸對不對 歸是蠻難歸的 因為基本這種魚 魚港內一定會有 這是主要三種魚 這是我們以菜刀 天竹雕 尖縮 這三種魚為主要對象魚 這樣其實你要歸 其實蠻難的 那就我們先來試看看 開始 OK 那阿姆 你那個PE線是用幾號 我的PE線是用0.4的 然後是我們家的 粉紅四谷PE 哦 七谷獵人的 對 又便宜又不錯 所以來試試看 那潛島呢 潛島我是用1號 因為畢竟還是有牙齒比較利的魚種 所以我是用1號 對 然後像這邊阿 燈下面 其實它 很多那種天竹雕 或者是 菜刀會躲在那些 陰影跟光的交界的地方 然後我們這次就是 正對這種地方去釣 好 然後手法主要是小抖 小抖 然後手讓它彎彎落下 有在追耶 看一下 其實它已經在追 這是亮滿多的 我覺得阿金庫還蠻適合 現在太陽的環境 很適合啦 台灣 台灣這邊其實阿金庫是 蠻推的 因為很方便 這是玩完 一種叫精細釣法 就是 小魚其實也可以很有趣 嗯 哎呀 咬到沒中 調整一下 這是用這種小的直尾卵蟲 對 然後這種操作就是 很簡單 丟出去 然後稍微 靠幹線的力量去 做成一個 動作 嗯 那我看日本他們釣阿金庫 他們的線背都會放鬆對不對 對 因為他們 第一 你線背放鬆 羊肝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魚嘴很薄 你如果煞車鎖太緊 你羊肝基本上其實 他們嘴就破了 很多時候破掉 就是脫狗 然後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因為它放鬆線背 終於會出現 那感覺很棒 嗯 對 動了 哇 這是我們家的菜刀 菜刀 耶 很活潑 然後菜刀盡量不要落地 因為它其實它頂邊很容易釣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 我們說釣後放的話 就直接 你水面這樣反過來 然後抖兩下 放鬆線 失敗 呵呵呵呵 這頭兩下 然後讓他們回到水裡 這樣是 我覺得比較正確 對他們就沒有傷害 對 如果一些新手啊 比較不熟的話 可以帶個魚夾 但是輕輕夾 不要用力夾 就是夾完解構放回去 盡量 夾太用力就會傷到內臟對不對 對 因為你夾太用力它內臟 或者是鈴片都會掉 掉了其實他們存貨率就很低 嗯 尤其是小魚也很脆 沒錯 好 好 那我們阿金菇嘛 對不對 那好像它最主要的成功關鍵在於找點 對找點 你要找那種 哇 有天時地利優勢的地方 對 這邊剛好有兩盞路燈靠這麼近 對 柔如上帝之光 沒有啦 然後他們被光寄過來 對 因為他們有去光性 然後 他們 燈會因有更小的魚 然後他們就是 知道有食物 他們都一直帶著這個地方 我們翻成台灣講法 我們要叫它什麼 圍根 其實圍根我比較好聽 OK 而且跟別人有區別 呵呵 對啊 那我是蠻想要推廣這個 就是這種釣法的 因為 你看很輕鬆阿 帶著 女生來也可以阿 女生來釣也是蠻簡單的 然後 晚上這樣子 在港口邊很安全 然後也有 也沒有大太陽什麼的 天氣涼涼的時候 出來這樣釣很舒服 也可以聊二天 哈哈哈哈 的同時又來了一條啦 插波 對啊 然後注意就是 我們這個 這個軟蟲一定要貼緊幾勾頭 這邊不能有分離 因為 魚阿 他看到只要一點點分離 他們就不會咬了 那今天呢 阿毛我們是要找 看能收集三種魚嘛對不對 對 主要是菜刀 劍縮 然後還有 劍竹雕 OK 那吃看 去吧 來很快就有一隻了 這就是菜刀 就真的是跟中華料理的菜刀一樣 的形狀 OK 好東西 好跑喔 哦哦哦哦喔 什麼 超大 那這菜刀超大 哇 海道釣魚拔 釣魚拔 馬巴巴巴巴巴巴 啊哦哦哦哦 哦 يا groß 菜刀 這個超大隻 比一點大 喔 有了 菜刀 有嗎 先說 第二種椅子 間鎖GAP 菜刀吧 歡迎來到菜刀吧 菜刀長最大就長 其實可以長到巴掌 先說 先說吧 先說GAP 先說 舒服 菜刀吧 繼續 菜刀吧 歡迎來到 菜刀吧 這是菜刀吧 歡迎來到基隆正兵菜刀吧 然後放魚 對啊 就是 剛開始覺得 人真的可以來這邊 因為這邊其實 一年四季都會有 像這種 比較冷啊 菜刀會更加肥更加大 所以找這種有關的範圍 可以看到它有關的範圍 稍微給它一些跳動 嗯 然後菜刀其實很喜歡吃那種 複快複慢的東西 是因為它本來吃那種維生物 那種維生物在隨時這樣 我們這是模仿那種頻率去 激發牙吻那個 慾望 然後因為它現在我們已經釣蠻多了 所以這邊他們警覺性蠻大的 所以現在不要難釣 不然剛剛其實真的 我們一蓋一隻啊 對啊 怎麼辦 會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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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癮之後來釣啦 對啊 然後其實 這種羹魚入門門檻很低 就是一把 其實老實說霸食杆都可以玩 所以軟一點 像UL或L的 都可以來玩這種羹魚 嗯嗯嗯 阿毛這時候種了一隻馬鞭 它叫馬鞭嗎 對啊 中文漾草 哇 它還蠻細的喔 哈哈哈哈 你看它嘴巴 你看它怎麼做一點 哇 它只有嘴巴前面一點點可以張開喔 對啊 它是馬鞭 對 聽說這也蠻好吃的對不對 這個算是高級魚種 真的喔 然後港內其實這個大小 很少見 很少見 咬魚爸 咬魚爸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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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衝出來咬 我傻眼 哈哈 你看這隻 酷耶 日本料理Size 哇 怎麼辦 我想要推薦大家入坑耶 對啊 真棒 這個釣法來說其實日本很流行 對啊 然後他們也 觀測一個職人的釣法 去釣這種小屋 雖然是小 但是不代表它沒有技術含量 對 反而更細微的操作 對 反而他們 因為他們要超小 他們的手法會更加細膩 對 嗯 這邊比較暗 那那邊有燈的地方 下面好像有一些 花生雞魚 那我去釣釣看 錢啊 老闆 幹嘛比較遠 我要出房子啊 好可憐 我好可憐 喔喔喔喔喔喔 你至少給我一股 這麼猛 你沒有衣服盤貼 花生雞 對呀 你們要給我錢啊 所以你叫我現在去招我 有沒有韓星 他們是花生雞耶 而且很大的 蠻大的 這邊釣到第三種魚種了 花生雞 哇 酷耶 這很條文 好想拿一個花生牛奶 哈哈 放回去 哇 哇 哇 大菜刀耶 大菜刀 哇 菜刀 今天阿毛 带我们来体验阿金哥的维根钓 我就请名他维根钓好了 下次再来玩 好 真的第一次玩就成功了 龙也有爽到 对啊 OK 很成功 那下次真正阿吉来靠的时候 也想要试看看 好期待 好先这样 拜 有了有了 中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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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订阅分享 和小铃铛哦 谢谢